他們在路邊看到了他的手帳 那瑞德就說 登山帳 登山帳 這到底是他丟了給大家做記號 這個發現他還是說他 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曉得 這個呢 是這個廖先生 這個廖先生啊 他去白山的時候 他有派一條毛巾 那這個毛巾是粉紅色的 他把他的手帳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想要做記號 他可能要告訴大家 我迷路了 但是我有做記號在這裡 大家要找來找我這樣子 很明顯吧 那個記號 路邊 發現這個縮角落 這個縮角落 還有一顆 他吃不完的飯糰 照理說他應該要把他吃完 對 不然的話你也應該要留著才對 對 不然你也應該要留在身邊 因為你迷路了 不知道你還會幾天才出來 所以開始丟東西 我說這個就 怪喔 怪怪的 古妙 我就問他 我說白 有一次我做小孩 我跟你霍山裡的記號 他說哪一間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下大雨 我跟你躲在石頭旁邊 他說山上很多 很多東西 你看不見 對 那裡有聽到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就是很詭異 去過關 去過關 我們如果不擲 去過關 去過關是嬌蛇吧 在那裡 對啊 去過關 去過關 在那裡 可是你那個叫得很尖銳的時候 你會害怕 對 我爸爸就說 你有聽到嬌蛇在叫 在那裡叫 我說有 他說 我們米的舊頭 我們蹲著那個大石頭旁邊 左邊有兩個 像瑞德哥講的 一百公分 一公尺高 兩個 就跟他這樣揮手 來 你來 你來 哎唷 叫他來 叫我們老爸 叫我們老爸到我來 所以我們老爸把他沾沾沾沾沾 我怕我們老爸倒上 把他倒下 沾沾沾沾 因為我爸爸一百多公斤 就落在懷裡 我爸爸都不講 我一直抽菸說 他說我們如果從那兩個去 走過去大石頭後面 那六個就算了 七八十公斤的算了 那六個就連六個了 兩個爬子就不去了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一百多年來 某時候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他很膽小 他會捉弄人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他很膽小 但如果你有這些聲音 砰出來的話 他突然會嚇到 他就跑去了 跑去之後突然間就醒來了 太平山區有一個地方 叫做三星池 他是登山界的秘境 據說媲美日本清景澤的 雲場池 可是他在幾天前 傳出了登山的意外 有兩對夫妻 也就是說四個人 二男二女 在禮拜一 木頭那個很大的 那個像神木一樣的木頭 倒下去了以後 才發現前面有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符 那像那個松羅湖 是那個大學生的登山社呢 意外去發現的 所以叫十七歲之虎 那這個三星池發現了以後呢 因為他人機罕智 所以大家就很想去探險 不過其實三星池 並沒有想要不鼓勵 不熟的人去 然後呢 但是呢 他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艱險 因為他後來 有一些人進進出出 所以他有步道 那麼這兩對夫妻呢 其實是在這個所謂的 平原0到12.56公里的 那個三星池的登山口 那個地方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了以後呢 其中失蹤了六十歲的 廖姓男子好像去過了五次啊 也就是說他不是第一次去 他也去過好多次 那麼結果呢 他們已經到了以後 折緩的時候 結果呢 那麼折緩距離大概 登山口500公尺的地方 他的太太跟同伴發現 廖先生不見了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會覺得 因為通常我們會認為說 爬山一定是 你一個一個接著 這樣一個一個走嘛 理論上是這樣 但通常有的時候 有些人會坐起來喝口水啦 還是會看看風景啦 甚至有人拍拍照啦 所以我們都會認為說 反正你都來過那麼多次 你一定會跟著這條路這樣走嘛 那路只有一條 所以你一定會跟著這樣走 怎麼會不見呢 不見了就很擔心 回去找還會喊 沒有的話趕快報警 報警了以後警方 那麼搜索小組就趕快進去了以後 十幾個人的這個搜索小組 就不斷地在裡面這樣找啊 結果令人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 因為找到了他的 隔天找到了他的登山障 為什麼說令人擔心的事情發生呢 當他開始丟東西的時候 對 他有幾個可能是 一個可能是他迷路了 所以他要讓你知道 我走過這條路 我可能在前面 還是我走過這條路 他會做一個記號 然後後來發現 他那個擦旱的那個毛巾 綁著 綁著 可能也是要告訴你 他走過這條路 但是問題是他開始丟東西 就危險了 後來還發現一個塑膠袋裡面 有吃剩的飯糰 然後一點一滴的東西 開始這邊找 那邊找 這邊丟 那邊丟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往前走了以後 沒有路了 找不到人了 然後再往後找 那怎麼會呢 不就在這個環圍裡面嗎 很多人去過的人 都覺得不可思議啊 有一位很熱心的 這個征信三友 他們夫妻應該也是 對那個地方非常熟啊 他有相關的拍照 提供給媒體等等 包括消防局有提供 他們夫妻後來發現一件事 那麼姐妹談聽過吧 對 就是說有些這個等於說 湖伯大小 大的我們通常說姐談 或是胸談 然後小的就妹談或弟談 其實在三星詞的前面 有一個三星弟詞就比較小 那個地方他們這個研判 非常可能廖先人是在這個地方 不小心拐錯邊 所以你來過那麼多次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三星弟詞這個地方 剛好是一個三岔路 三岔路我問你 有一個地方有一條路比較開闊 比較開闊 然後一看就是比較寬敞 然後這是一條路 另外一條路看起來就是 有島樹來幹什麼的 路比較小條 這個時候一個不小心你會誤判 為什麼你會誤判 那一定是寬敞的路 才是我們要走的路嘛 人比較多走嘛 他們研判他非常可能 從這個地方走進去了 走進去以後呢 然後就迷路了 那要命的是他的手機 後來也撿到 也丟在路上 對 也撿到路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三星詞 這是後來 大家趕快進去搜救的畫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好像都是青苔 所以這個應該很滑 對 對不對 不好走 再來 對 這種路是最不好走的 他們在路邊 看到了他的手杖 那瑞德就說 登山杖 這到底是他丟了給大家做記號 這個發現他還是說 他發生什麼意外 不曉得 這個呢 是這個廖先生 這個廖先生啊 他去白山的時候 他有拍一張毛巾 對嗎 那這個毛巾是粉紅色的 他把他的手杖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想要做記號 對 他可能要告訴大家 我迷路了 對 但是我有做記號在這裡 大家要找來找我這樣子 很明顯吧 很明顯 對 記號 落筆 發現這個塑膠 這個塑膠 還有一顆 他吃不到的飯糰 飯糰 對 照理說他應該要把它吃完 對 不然的話 你也應該要留著才對 對 不然你也應該要留在身邊 因為你迷路了 不知道你還會 幾天才出來啊 所以開始丟東西 所以我說這個就 怪 怪怪的 不妙 對 好 那 這個搜救人員 研判 這是正確的下山路線 這一條路 對這裡 但是他很可能 他走到舊路去了 對 可是也很像啊 對 其實因為那個地方的地貌 就都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對 好 我先 這個請教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山底不是會哭的 你如果發現他沒在的 你就會哭 譬如說 玉鳳 有聽到我嗎 有啦 曾大哥 第一個山很寧靜 對 所以那個微音會很響 應該會 對不對 所以那個聲音照理說 應該聽得到 對啊 他們發現 他們是 而且比較奇怪的是說 因為他們是四個人去 夫妻夫妻 對 他是跟他們沒去 可是下山之後 因為通常女生要走得 比男生慢才對 可是太太 卻是比走在先生前面 那當然就是人家有問嘛 你都沒有看到爸爸嗎 兒子有問媽媽嘛 我相信他在後面 我相信他在後面 這樣 結果就算他沒看過人 你說他們有沒有再回去 有啊 也有走回去 然後有叫啊 但是沒有回音嘛 叫你講他既然做了記號 他是不是 就是原地等待就 其實這是 應該這樣做 應該是要這樣做 因為他後來 連手機都被找到 對 手機也都丟掉了 對丟地上 那些人很怪啊 所以他如果像正大哥講的 我就是原地在那邊等 收就總是會找到我嘛 對 因為你 而且你不走的話 體力上也可以比較 對 而且你看他東西散落的方式 是不同點 然後沿路散 乖啊 對 乖啊 毛巾 對 飯糰 這個毛巾是綁著 對 這感覺是他自己做的 但其他感覺好像 他被東西追趕 然後沿路丟那種感覺 他在找路 對 他應該就是慌了 在找路 那慌了就要找路 你放完也會跌 那時候他的身體狀況 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 散彈史上發生過類似的事 手機也還會 手機也還會隨時 所以才覺得更加的怪 對 更加令人覺得 我這邊有一張那個 衛星定位圖 大家這個 因為我忘記印出來 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這個的話 你看喔 它上面有 1 2 3 4 5 6 7 8 9 就是剛剛鄭大哥 找到燈達散落的地點 對 散落的地點 那其實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它就是沿著這個 三星池 它一直沿著它在繞 在繞 對 它就是在沿著它繞 所以我覺得搜救人員 目前也許 像鬼打牆這樣 對 它現在感覺就是在 附近繞的感覺 那附近繞 大家也會找得到它 可是你要知道 是從7月24號 到現在8月8號 已經半月了 請教一下 這個瑞德 十四天 這個情形 不是 在台灣的散彈史上 不是說沒有 這個一二十天 找到生還的這個機會 不過那都算是奇蹟 那我們也希望是好消息傳來了 不過因為 因為我跟旁邊這位 百變阿峰一樣 也曾經因為太仗勢自己 年輕氣盛 我也曾經在嬌山 那個山南過 筆架山 我們台 通常要練高山 三千公尺以上 筆架山 筆架山的意思就是 它像筆一樣 你想想看 它的零線像筆一樣架起來 就表示它很艱險 我就因為太仗勢自己 年輕氣盛 對 以前經常 西亞重軸 替女生背背包 你當時年輕氣盛 年輕氣盛 你現在年紀大了 也是氣很盛 所以有講到重點 為什麼要幫女生背背包 幫女生背背包 要特別強 下午才進到筆架山 我想說我腳程那麼快 跑山 現在有跑山獸對不對 很厲害 我要那麼熟 就沒想到 就沒有想到 天氣巨變 然後自己沒有帶好 相關的裝備 我在筆架山上面 有史以來 因為你會慌 對 我要說當你遇到 那個天黑又下雨 突然間都看不見 霧以來 你什麼都看不見的時候 我突然間在一顆 大石頭那個地方 兩隻大腿抽筋 同時 跌在地上 半點鐘沒躲起來 我沒有跟你騙 那個中間爐 半個小時 我可以聽到旁邊 可能像有蛇什麼東西 這樣過去 你聽到聲音 但是你動不了 那種感覺 那種驚慌失措 像這個 我們爬山對不對 最怕的是 不是那種三千公尺的高速 因為你要去之前 你都會做好防寒 然後食物 什麼東西 你都會做好準備 那嬌山的時候 嬌山大概是一天來回 最怕是 1500公尺到2800公尺的 終極山 這次的這個 三星池飆高 2110公尺 剛好就是終極山 台灣最可怕的山徑 在終極山 這幾年發生很多山難的 谷關七雄 很多人都要去挑戰 谷關七雄 因為我要做兵 跟小代一樣 那個特戰部隊 我們在那個谷關 空降特戰中心在那裡 所以我們常常去 谷關七雄 八先生哪裡 一個不小心就發生山難 所以像這件事情 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 我覺得廖先生他應該是 體能狀況出了問題 那過去在太平山裡面 有一位先生他跑馬拉松 他去練跑 他在那個翠峰湖旁邊 然後太平山臨場這樣 跑一進去 12天找不到人 但他比較幸運 他後來獲救 他為什麼有辦法在那邊 12天 因為他自己本身 你看他跑跑馬拉松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 儲藏了大量的能量 也就是說他的耐力 還有就是他沒有亂跑 我們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因為台灣很多山難 都發生類似的事 千萬不能往溪谷下切 我們會想到說 溪谷有水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要捕魚 然後我可能搞不好 沿著溪谷就可以出來溪 錯 絕對不能往溪谷下切 為什麼 因為你有體力下去 台灣是屬於荒溪型的 你就山不來了 你就沒有體力了 你下去的時候OK的 你爬不上來了 然後你要往哪裡去 像如果你發現迷路了 要嘛就在原地帶緣 要嘛就回頭走 如果你手機還有訊號 不然你打112 112的話 你這一家手機公司沒有 但是如果收到 其他手機公司的訊號 他一樣可以求救 還有不是打給家人 是打給119跟110 先求救 因為很多山難發生的時候 都是先打給家人說 我好像迷路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拍照 定點拍照找一個 可以分辨的地方 定點拍照讓人家 其實手機還有個功能定標 你的經緯度定標 讓人家知道那個地圖 Google Map那個地圖對不對 讓人家知道你到底哪裡 千萬記住 絕對不要再往前走 必要的時候往後退 或者是在原路帶緣 然後不要下切心 好 那志偉 他們家人有找到勢感應嗎 有 那我剛講到就是說 那個曾姓夫妻就很熱心 他們就去幫忙找 就是在疑似 就是因為第一個發現的地方 就是那個 他的登山障 他從那個地方去找 所以鄭大哥你剛剛有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舊路 那還有一個是 才是正確下山的路 有沒有 他們即便這兩個是很長 說去這個三星池這裡 已經爬超過十次以上 他說他們大概理解 為什麼他會迷路 因為這個要下山的路上很多 因為他是伐木 很多那個被砍掉的木 或是很大的那個巨木 裡面還有那個洞 你可以躲在裡面的 那種很大的 他說其實你走上去往下看 你看不到下面的路 就是因為你往上爬嘛 下面因為很多那個巨大的樹 遮住了路 所以你會看不到 你的視線會看不到 你會不容易判斷 所以上山好像很容易的爬 可是下山就很多分支 所以他認為呢 這個要找他 應該就是在這個範圍 比方說這個地方 直徑30公尺的地方去找 那剛好跟他的家屬 他本來在臉書有 那個懸賞20萬嘛 就是要幫忙找人嘛 但是找了一個多禮拜找不到 那求人不成就求神嘛 我們很常看到 所以有去拜拜 然後也有問道士 然後道士就是說 你爸爸的地方應該是在哪裡 但是事生事死沒有講 那剛好跟這個真信夫妻 他們提供給媒體朋友說 應該會是在這個範圍 他是吻合的 所以現在救難人員還是 就朝這個方向去找 那因為我們在講說 在14天了15天了 他到底生還的機率大不大 那超過的可能就是奇蹟 廖老師啊 也聽過很多母親愛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是你的助理 對 其實母親愛的故事 在我小時候住的太平山下 我們住天宋碑 那邊鄰居的什麼長輩 這常有發生 對 像我阿嬤的媽媽 這樣算阿祖對不對 也是啊 也是被母親愛 就是看鬼 對 都有 那我這一個助理師姐 就是現在在我觀音店服務的 她的姑姑 我們長家就輪胖不輪胃 其實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就是鄰居而已 那因為她小時候就是要勾胖 你知道嗎 以前的人比較難看 小孩早上他要去上學 那時候他上國小一年級 然後早上他要勾胖去吃草 下課大概四點多 他就要去 拿那邊勾胖 再勾胖他們家的勾胖 你知道嗎 那有一天晚上就 奇怪 天都黑了 他媽媽要叫吃飯 小孩怎麼沒回家 然後就問說有去勾胖嗎 有啊 去拿那邊勾胖 怎麼勾那麼久還沒回家 然後大人就找了 就去客家裡找 找小孩 牛腰在的 小孩找到 剛開始懷疑是不是 跟家旁邊找去玩 然後就問同學 有找來你們家 都沒有 那家長就六點七點 孩子都沒有回來 就開始緊張了 我們整個村 村莊的大人就開始找了 都找不到孩子 很奇怪 就又到那個西邊 再去旁邊再去找 那因為是怎麼勾胖去吃臭 一定是旁邊有冠木槽 才會在那邊的西邊 都找不到孩子 那後來就 大人就說要拿那個 那以前的麵湯 是不是 阿滷麵做那個 輕輕輕 然後就 用那個臉盆去敲打 還是找不到孩子 那有一個就是 因為長輩有經驗就是說 這樣敲沒有效的話 趕快放鞭炮 然後要去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 然後就去拜拜 放了鞭炮之後 很奇怪 就是在牛的旁邊 就是可能 這邊到攝影機這樣 一個短短的距離 這麼短 這麼短的距離 就在旁邊而已 那你差不多 5到10公尺而已 對 就孩子就在那個 冠旁 就在那邊 然後他坐在那邊 還不是躺著睡覺 可是他兩眼是發直的 然後就是 嘴巴裡面有牛屎 還有腳骨骰 然後就像瑞德哥跟 那個高刑警剛講的 那個口袋裡面都是炸萌 就是這個就沒有辦法解釋的 都炸萌 然後嘴巴都是牛糞這樣子 然後大人就 就把他帶回家 帶回家就趕快幫他梳洗 梳洗了之後這個孩子 還是沒有 就是眼睛還是直的 婚沒有回來 婚沒有回來都不會說話 爸爸媽媽叫他吃飯 也都不會吃 嘴 甘一嘴 飯都不會吞下去 把它撈掉你知道嗎 然後很奇怪的就是說 他媽媽就說 那個麵湯 我以前的長家而已 孩子叫婚 麵湯就比較不吃 用滾的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叫他的名字你知道嗎 也沒效 沒效的時候 那時候才發現說這個孩子飯不吃 水不喝 都跑去他們家的牛丁 去黑牛賽吃 真的 他就是魂都沒有回來 就是一直要去吃牛賽 其實牛賽細菌很多 對 然後就他父母親就很緊張 就說這怎麼辦 就去請教人家 然後剛好我們那邊附近 有一家叫紫威宮 就是拜三戒宮你知道嗎 然後就帶去生命那裡 然後當機 起當處理 然後就是幫他處理的 一個儀式之後 這個孩子才回魂 那回魂之後就會講話 就畫肚子餓 肚子餓要吃東西 要喝水這樣 然後他的父母跟阿嬤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生什麼事 這樣 然後我們在叫你怎麼都沒聽到 然後他就說是這樣 他要去勾鞠 回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蝦皮 有一個蝦蝦的東西 就像一隻動物還是什麼 然後他就要下去抓牠 之後他就不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了 就一直到現在他清醒 這樣子 那個三戒宮 天關 地關 水關 因為我們那個鄉頭 就是三戒部 是 那是什麼意思 三戒 三戒就是天戒 地戒 水戒 就是廣山戒 天關 樹獲 地關 下水 水關 戒 這是三戒宮很重要 是 那高刑警是 爸爸是在林務局工作 我爸爸是警察轉到林務局 農林廳 以前叫農林廳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以前叫農林廳 我小時候就是 都對我們爸爸去山上 所以我爸爸 我從小我們老爸就跟他說一句話 說 溃冰魚 不可以了 溃冰魚 路邊叫 沒傳好事 你山上過米會死掉了 還問一遍 再問一遍 掛冰魚 不可以了 路邊的腳 路邊腳 不可以了 為什麼 他說掛冰魚 越滾的魚 讓你抓到海裡的 會陰釋 如果路邊的腳 你去抓牠跳跳跳 你就叫車撞死了 如果沒傳好事 去山上過名 你就撞死了 有道理 對啊 他們都去山上做事了 我老爸都跟原住民 他們都打成一片的啦 所以我小時候就去 烏來 又離去就是福山 過了山壓就是宜蘭 福山很漂亮 那時候還沒有打馬卡羅 我們都是坐摩托車 騎阿兜拜 他有公家配摩托車嘛 龍靈天就配一支 搗給他 撈臭了 那個冠魚 那個蘆尾 一個蘆尾差不多都兩三公尺 兩三人高 很高的 比人比較高 還粗了 我們爸爸就是要去看 比如說有沒有要倒墾這棵櫥子 你知道原住民會偷倒裂 倒墾 倒裂還沒那麼嚴重 就是砍那個樹 因為隨土保持 所以他都要去福山進去 最裡面的養尊魚 前面一段有個吊橋那邊 他都要去那邊 撈臭 進去看 其實福山是一個很原始的狀態 很原始很原始 那邊有一個族語 都規定了 我們爸爸都規定說 五點進場要落山 沒有落山你就危險了 五點以前 為什麼 因為以前山上沒有電線桿 所以沒有路燈 你如果晴空 你還是看到隱隱約約一點路 但是你如果一落後 完全身手不見五指 都要看機械而已 所以我跟他去山上 我們都很早出門 五 六點 機械就騎到烏來 現在的勤便車 就是那個小火車那邊 再走上去 從福山管治站那邊 用走路的 摩托車沒辦法進去 那我們摩托車 後來開始可以走到那個產業道路 九頭路 我那一天就印象 因為我跟我爸爸出門 我爸就是都 搖車給他帶一條 我就放完帶兩顆 我都帶一旁 我最小的 所以我就跟著他旁邊 我就覺得我爸做那個刷新 做三四的工作很快 撥差了 撥前面都很快 他就停在馬路邊 就也沒吃東西了 想說還帶我們到山上那邊 十一點還不用吃午餐 就開山刀以後把那邊撥 走一條路進去之後 我就突然發現說我爸就停頓下來 他就在抽煙 想說大人抽煙也沒什麼 以前的人吃粉也沒什麼 吃粉後 他就開始民軍撥在後面 就叫我說你跌得好 叫我給我給民軍的 他就一直撥去 一直撥 一直撥 我也不知道他撥多久 撥很久很久了 蘆維撥到旁邊都看不到 空空蕩蕩 看到一個空地 差不多就我們這個地方 兩三公尺寬一個空地 一個大石頭 最少兩三個人高的 一個大條很大條很大條 我爸爸撥到那個地方 就緊張了 我也不可以問 我也不可以問 爸 你是怎麼撥得緊要衝來 我都沒有問 我就一直拉著他的毛巾來 毛巾拔 他就撥的毛巾撥掉了 他就撥頭過 我那個九頭 很大石頭坐旁邊 他就把他撥掉了 因為我爸爸很胖 肚子很大 他把他撥掉了 撥不住 就變天了 變天之後滷好 那山上的蝴都插著 都很大順 以前沒有蝴蝶 不可能有雨傘 也沒有雨衣 那個蝴蝶 以前那個縮膏磅 藍色的 撥起來的磅磅 我把蝴蝶磅 練開這樣 切一片 兩隻 白仔仔拔掉 拔掉這樣 拔掉他 我就撥他磅 我也不可以問 他就一直吃蚊 一直吃蚊 然後拔掉 蝴蝶子一直吃蚊 吃滷好滷 差不多要幾點時間 下完雨之後 我就看我爸爸一直 把那包煙都抽完了 抽完之後 蚊都吃到蚊子 我在想不想 今天怎麼會特別不一樣 問我說會咬不來 我說不會啦 我嘴巴 以前都會炸水 我自己炸 水喝兩杯而已 太陽有點出來了 那個時候已經過中午 兩點多 兩點沒有 他在頭上出 兩點三點 他看在頭上 他就看在頭上 開始有風在吹 風在吹的時候 他就停的 他就看風在吹的方向 太陽的方向 他爬起來而已 他說 撩得好 對我把它撩得好 他都叫我滴也有煮 叫我滴撩得好 開山到那裡噴 不誇張 三分鐘就噴出去了 三分鐘出去了 我滴撩得好 我滴撩就在旁邊了 摩托車就在前面 等於是摩托車 從我們這個攝影棚到大門口而已 對 我爸就說你回去 你回家不要跟你們母親說 都不要說 我不是說沒什麼事情 都不要說就不要說 我們不知道 因為走 可能走我們母親就煩惱了 你爸爸破那個地方 在滴撩其實只有幾公尺 不到20公尺 但是一直走不出去嗎 走不出去 一直走不出去 回家後那段時間我也都沒有問 也不敢講 因為想說安全啊 平安啊 因為山上人 因為那段路 拉到我們烏來的瀑布 那裡就要買20公尺了 烏來到我們新店車站 還要13公尺 新店還跟我們村子來 好像開車子一點多 我要比較大 長大了 我當吉他 我爸爸喜歡喝兩杯 他常常會騎著車 會去找我辦公室那邊 我來喝旁邊這裡 帶他喝兩杯 我就問他 我說爸 有一次我做小孩 我跟你霍山里的機會 他說哪一天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下大雨 我跟你躲在石頭旁邊 他說山上很多 很多東西 你看不見 對 那裡有聽到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就是很詭異 去國關 我們如果不是 去國關是嬌子吧 去國關 對啊 去國關 去國關 可是你那個叫得很尖銳的時候 你會害怕 對 我爸爸就說 你有聽到要叫我什麼叫 在國下叫 我說有 他說 我們米的酒頭鋼 我們蹲著那個大石頭旁邊 左邊有兩個 像瑞德哥講的 一百公分 一公尺高 兩個 就跟他這樣揮手 來 妳來 妳來 叫他來 叫我老爸老爸 叫我老爸跟我來 所以我老爸把他淋住了 我把我老爸倒上 把他倒下 淋住了 因為我爸爸一百多公斤 就落在懷裡 我爸爸都不講 我一直抽音說 他說如果我們從那兩個去 走過去大石頭後面 那個就在山上 七八十公尺的山上 那個就連下去了 兩個爬子就不去了 所以我爸爸就說 天下沒有不勞而後的 你看到那種東西 因為那個地方 有可能是那邊 原住民 泰雅族原住民的祖林 或者是某行啦 顯然高刑警的爸爸 是看到他就是某行啦 對 然後可以跟他對話嗎 不要對話了 因為對話就會 讓他勾魂射破了 盡量眼睛 也不要對他的眼睛 不要對喔 對 就是不要 想把他看清楚不行 不要 看清楚就完蛋了 就磨掉了 你就會磨掉了 就會被他勾魂射破 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瘡 直接就是絕魂 會從這邊被他射破 你就意識就不去了 那那兩個模型 叫高刑警跟他爸爸 這樣來來來 要讓他等一下斷來 目的是什麼 就抓交替了 對啊 對啊 是 因為通常按照醫師所講的 如果你在高山上的話 容易因為空氣吸薄 所以缺氧 缺氧容易有幻覺幻聽 或者是說因為你的血糖過低 然後產生幻覺幻聽 可是在湖山這個地方附近 應該還是屬於只有中低海拔 而且他爸爸年紀在那個時候 應該還算是 年強體壯 中年 中年 因為台灣的模型 那通常都是年紀很大 或者是小朋友 對 所以不符合 以前我們爬台灣百岳爬山的時候 老賽呼呼 就是那種老巷島 我是跟一個老巷島學 他是一個老師 那麼他早年我們的那個登山背包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棒 他都要在後面弄一個鋁鍋 弄一個鋁鍋背在後面 因為鋁鍋可以煮東西嘛 對不對 可以用企劃爐煮東西 但是他說還有一個功用 因為他要入山進城都要先燒香 那我年輕的都會說 你這個沒有環保 他說你不賣 原住民只要要入山之前有烏鴉 大家都知道烏鴉是不好的 烏鴉叫就不入山 有人放屁也不入山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不好的一個征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那個鍋子是幹嘛 我們現在看那個寧彩層有沒有 寧彩層 姥姥的那個寧彩層 你也可以注意 他拍一個東西好不好 他後面跟道士都拍一個寧彩 童敬 童敬的用意 我還是因為這樣才知道這個典故 這個老傅跟我說 八三的老傅 那個電影叫什麼 倩女友吻 他說你有什麼後面拍一個 那個女座的那個 阿龍銘銀鑽 都拍在後面 我們照理來說你把它收起來就好 他都聽到拍在後面 他說他的師父 他開始爬山前的師父告訴他 山裡面有很多東西是你不知道的 然後呢 剛剛講的山精鬼魅 醫生所講的胃可以接受 所以因為你這個失溫 幻覺幻聽 所以先看到綠色眼睛 然後後來就變成紅色眼睛 胃也可以接受 不過他講的一個 他師父跟他傳承的東西就是 山精鬼魅 就跟我們家裡面的毛小孩一樣 看到鏡子裡面自己會嚇一跳 以為是敵人 他沒有看到自己的長相 所以以前的道士跟以前的那個書生 有時候他會在山路的時候 走去嘟到山精鬼魅 他就放了一個銅鏡在後面 那我們的意識爬山的人也是一樣 放了一個那個裡面 他靠近的時候他會嚇到 突然嚇到 那他會嚇到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放鞭炮跟跳樓打鼓 意思也是一樣 讓他害怕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一百多年來 毛神仔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他很膽小 他會捉弄人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他很膽小 當然如果你有這些聲音 砰出來的話 他突然會嚇到 他就跑去了 跑去你就突然間就醒來了